海軍兩艘運捕艇近日執行金門離島運捕任務 返航時其中一艘疑似因為海上不佳 最後沉沒 船上五名官兵平安獲救 而中國福建省當天是通過了一項條例 內容要加強和臺灣的海上搜救機構的交流 與協作 陸委會對此則是回應 兩岸已經有相關協議了 不過陸方從二零一六年起 單方面因為政治因素停止辦理 海軍運捕艇負責物資裝備運送 暫時階段還能夠裝下兩輛汗馬車 執行登陸搶灘 但是照片上這一艘編號一三二六的運捕艇 卻僅船在金門外海沉沒 海軍艦隊指揮部表示 一五一艦隊登陸艇大隊編號二二三九 以及一三二六運捕艇 二十四日執行金馬離島運捕任務 完成卸在返航時 疑似碰上大浪 導致艙間進水 官兵緊急排水應處 運捕艇人持續進水 艇上五名官兵只能夠棄船 趕緊登上另一艘火救 同一天 中國福建省釋出對台新政策 訂定福建省海上搜尋救助條例 加強與臺灣地區海上搜救機構的交流與協作 時機敏感是對台地出橄欖枝還是統戰手法 引發關注 陸委會指出兩岸已有兩岸海運協議 從二零一六年起 陸方單方面因為政治因素停止辦理海上搜救演練 我們強調海上人民救助是人道援助以普世價值 雙方可落實兩岸已簽署的相關協議的基礎上 透過合作共同確保海上航行的人身財產安全 學者示警 臺灣是海島國家 必須跟周邊國家演練海上救助 但是避免落入中國內海化的圈套 這事也引起輔方高度關注 總統府指出國防部長邱國震 第一時間已經報告總統蔡英文 專業小組初判是海上狀況不佳 後續還要再詳細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